会出现 那么包括这个 欧洲银行 还没有进一步的去降息 那么是因为它这个利率 弹药非常有限 已经是负利率 那么现金利率是零 那么欧元区 也就是欧盟也有提出 最早会在本周行动 那么就目前 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新闻 很有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 那么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 外汇市场 其实还是一个涨跌不一的格局 有点慢了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欧元 其实走出类似于英镑的形态 相对更乐观 可能是更乐观一点 那么但是欧元的这个 和英镑 走出了一个时间差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 同样都是在一个前期高点 预阻回调的一个格局 那么就小时图和四小时图来看 那么英镑之前是1.32下方的一个回调 那么不管是 基本面 触发下的短线下破 那么基本上 从格局上来讲 欧元和英镑 都在各自的下降通道中 那么可以看到 欧元 日内 反复是比较多的 就拿昨天的这一波行情 可以看到 亚盘的一个短线反弹 之后 那么基本上是在 欧美时段 走出了一个 下跌反弹 下跌最终收跌的一个格局 那么今天的反弹 也基本上 可以说 短暂 短暂结束了 小时 30分钟图上 这个欧元又重启了 这样的一个跌势 那么这样的一个通道 有可能会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 欧元很有可能 日内 有望继续在破位1.30 甚至是说 非常大概率的 会重新跌破1.13 那么下方的支撑 在这个1.25 1.1250 好歹 怎么这么慢 好吧 它反应了 延迟了好几秒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欧元有可能 日内也会跌破 这样的一个低点 那么如果大家之前 有听解判的话 那么早就说了 欧元的多头短线 多头之前的这一波涨势 反弹 基本上是已经做完了 之后可以看看 它震荡下行 是否会重新跌回到 比较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 1.10的位置 拉不下来了 今天这个MT4平台也 懵了 可以看一下 那么欧元 在中短期的话 如果无法重启声势的话 很有可能会重新跌回 这样的一个1.10的位置 那么欧元的思路 其实也是天空的思路 那么至于大家 是否要在盘面上去做呢 那么一定不要忘了 这个欧元区还没有宣布 这样的一个宽松计划 不管是这个购债也好 还是这个量宽也好 那么这个欧元区本周 最晚本周都会有所行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当然 我们还看到一条消息 就是这个 逐渐 其实近期不再是 有点新鲜的 有点新鲜的 课题